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愿神的话语如同全远的甘露 浇灌滋润凝我的心 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到了 创世纪第38章 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 就是不要自以为义 我们常常会只看到别人的毛病 缺点和错误的地方 却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缺失和盲点 所以耶稣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当我们还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不要就忘下结论 自以为义的去指责别人 在今天创世纪第38章的故事当中 犹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犹大生了三个儿子 老大名叫尔 取了一位妻子叫做塔玛 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 看为二 耶和华就让尔死了 犹大虽然有照摩西的律法 要叫老二尔南取大嫂塔玛 为他的大哥尔留下后代 但是老二尔南不愿意为大哥留后代 以至于耶和华也叫老二尔南死了 此时犹大心里心生惧怕 不敢叫小儿子士玛 而士拉取大嫂塔玛 恐怕小儿子士拉也像他两位哥哥一样死了 于是犹大就打发塔玛回家 最后塔玛只好假扮成去妓女的样子 和犹大发生了一夜情 要从犹大身上留下后代 之后犹大知道塔玛怀孕了 却不知道塔玛是从犹大身上怀了孕 于是犹大要把塔玛拉出来 把它给烧了 当犹大知道塔玛是从犹大身上怀了孕 犹大就非常羞愧地说 塔玛比犹大他更有益 因为塔玛虽然用了不好的手段来怀孕 但是塔玛是为了遵循耶和华的律法 为犹大留后代 而犹大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敢叫小儿子士拉取塔玛 所以犹大就说塔玛比他更有益 这件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轻易去指责别人 要先想想自己是否也有错 才能看清楚整个事情的真相 当我们用一根手指头去指责别人的时候 同时也有四根手指头来指责自己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是的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以为意 对于还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我们不要妄下结论 不轻易地只看事情的表面 就去指责别人 让我们能够凡事查验 聆听圣灵的声音 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隐儿畏性的罪 没有 好 叫我们守在神守起耶的道路当中 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祝典 阿们 樊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